国语有生善书 一词拱横堂善书 万心自在论 主诸先佛为阿难尊者 此书为阐述弥勒心法 阿难尊者将 十二我见生直 诸烦恼障具有我见生直 心念不适而起 即适生现形种子 凡诸有情 眼见事物必有推论 源于六世之自义为主 因此见不热事 便生忧心 听厌恶事 便欲去之 乃七世偏激所执性使然 故一切念起心动 除外缘牵引 内事无以自主 亦有其观 诸凡人具不知我心之忧 忧从何来 不知所恶 恶从何来 亦则乃言而所见闻 不善不热则忧 则艳 但此一情绪之产生 又是如何 即是潜意识之自我过重 所执偏见 如闻听他人批评自身缺失 则第七世之执事 源于执我为上 因而反弹 而传步行于外所产生之意识情绪 反之见闻对自身有利 则执事不加排斥 乃有欢喜 是已故 人之情绪显现 即是由是根所见闻 而由执事判定 喜恶而显现 如此一来执事更加深执 不可更改纠正 而使阿赖耶士吸收此一不善缘境 终于导致恶性循环 依此理论唯有在根世所见闻之计 即加以意志 在儒家曰修养 在佛家曰戒行 故众生修为是当有所知之 万心自在论读后感 十二 当缘起是洞刹那 又名为视线 即种子发生现行关键时刻 五味百法中善心法 能事实萌生 凝聚成一股力量 解除恶种子现行的见解 而远离偏迹所值 就叫以念觉悟 由于不断地累积这种 有远离偏迹所值 而勋成的善种子 就叫见修 即为是现实 以觉悟而勋成善种子 回执葬事 是善因缘的为事变 种子现行 可勋 在儒家就叫修养 在佛家又叫戒行 因此佛家的戒行 又可解释成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卓文所提 为是现行时 善心法能事实萌生 凝聚成一股力量 即佛曰 会光 又明定力 如曰 养浩然正气 道曰 破邪显正 所以有情众生 由人圣至佛圣的圣道旅程 戒 定 会三学必须互相增上 时常加以精进 戒学可依会力的增长 出由律仪戒升华到行善法戒 最后迈向饶意有情戒 而戒律的升华 也可使众生的定力 由世间定 心平气和 晋级到三圣定 禅定 最后成为大圣定 如来大定 同理由于戒定的精进 可让心性切实体会人 法二空 三无自信 而领悟到法界 无障碍的大涅槃境界 而佛会显照 从初浅的闻所成会 深入到思所成会 而转八式成四至 一昧滑入修所成会 反之 当有情大众杀 道 淫 望 久 随外援 五根然五尘 而月月欲试 眼看即将造新罪业时 平日修学文法所生的会力 或正思维 正精进 所蕴染的定力 可适时解除这一股夜风习性 故古高僧大德一致认同 理要顿悟 是要见修 所谓 及时行热 为善最热 机会要自己创造 一念善心萌发时 不要让它落空 而现人比较利益的思量中 善知世群及道场的人 是 地 悟 要靠自我拿出勇气 不为牺牲利益 眨低自尊心 才能展现 而彭生麻中 不辅自知 尽诸者意 尽莫则黑 从人圣到佛圣虚历经五十重阶级才能真挚 末法时期若没有善知识的石家切磋 集合是道场及时的界定 会学充电 难免缘起事动 生欲望而破界 生烦恼而无法自拔 二千五百年前 曾子如四圣之一 处于孔子的教不厌 且圣光普照下 上曰 战战静静 如履薄冰 如临深渊 时下邪风弥漫时 诚如尊者所言 难免起心动念 内侍无以自主 而随外援牵引 烦恼痛苦无以自拔 故时时勤服事 常接近有缘道场 勿时惹尘埃 所谓无日三省无身 又如世尊金口圣言 末法时期以戒为师 云云大众 互相共勉 切莫忘怀 拱恒堂可以免费 住籍弥勒净土 但小编真心建议 替自己生前住籍 拱恒堂灵修院 浩天子寿灵修院 新台币六千元 因为有去灵修院后 进入弥勒净土的果位 会比免费住籍的高 甚至可以达到 内院大菩萨等级 所以真心建议 免费住籍弥勒净土之外 也要住籍灵修院 详细资讯 请洽寻拱恒堂师兄姐 影片后面有他们的line 感谢您的时间 感谢您的时间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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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